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独立承担了人体三分之二的免疫功能,为身体抵御外界侵害 此外,肠道还从食物中提取能量,并为身体各部位提供所需的营养物质 更为惊人的是,肠道还能制造出二十余种激素 这些激素对人体的各个系统都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全球近七亿人正在遭受着便秘的困扰 在中国,便秘人群更是高达一千七百万 这一数字令人深感忧虑 尤其是六十岁以上的人群 便秘的发生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二 这意味着几乎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是便秘患者 便秘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诸多困扰 我们应该重视肠道健康问题 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预防和治疗便秘 一、便秘的原因 便秘在临床上被分为急性便秘和慢性便秘 其具体病因可以包括以下几点 急性便秘的病因可能包括 水分不足 饮水不足或脱水状况可能导致粪便干燥 增加排便困难 膳食不平衡 饮食中缺乏纤维和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足 例如蔬果和全骨类食物 可能导致粪便过于硬和干燥 运动不足 缺乏体育锻炼和活动可能影响肠道蠕动 导致便秘 药物 某些药物如某些阵痛药 阵静剂 抗抑郁药和某些抗生素 可能导致便秘 肠道阻塞 如肠梗阻 结肠肿瘤等引起的肠道机械性阻塞 可能导致急性便秘 慢性便秘的病因可能包括 作性便秘 长期习惯性的忽视排便的冲动 导致肠道排便习惯性调整 形成便秘 肠道功能障碍 肠道蠕动减弱或失调 如肠道神经功能障碍 肠道肌肉功能障碍等 肛门直肠疾病 如肛门裂伤 痔疮等疾病可能导致慢性便秘 内分泌疾病 甲状腺功能减退 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 可能干扰肠道蠕动 引起便秘 精神因素 焦虑 抑郁和精神压力 可能影响肠道的正常蠕动功能 二 便秘对身体有什么危害 一 肠道问题 便秘可能导致大肠内堆积大量的粪便 使肠道蠕动减慢 增加粪便干燥和硬化的风险 这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便秘问题 甚至发展为慢性便秘 二 负胀和不适 便秘造成肠道内积存大量粪便 可能会引起负胀 负痛和不适感 这些不适感 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质量 三 肛裂和痔疮 长期过度用力排便 可能导致肛裂 肛门裂伤和痔疮的发生 这些疾病会引起肛门疼痛 出血 臊痒和不适感 四 毒素吸收问题 长时间滞留在肠道内的粪便 可能导致体内毒素和废物的重新吸收 这些物质本应排出体外 但由于便秘 它们可能再次进入血液循环 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五 消化问题 便秘可能导致食物在消化道内停留时间过长 使营养吸收受到影响 这可能影响身体对营养物质的正常吸收和利用 三 吃香蕉可以缓解便秘吗 答案是肯定的 香蕉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特别是果皮的部分 这些膳食纤维可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 增加大便的体积和湿度 从而减轻便秘的症状 但是仅仅依靠香蕉来治疗便秘是不够的 因为香蕉只能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不能将疾病彻底治愈 要想治疗便秘 首先需要满足两点要求 第一点 需要吃熟透的香蕉 通常我们从市场上买到的香蕉都是不太熟的 含有太多的柔酸成分 反而会造成便秘 而熟透的香蕉 其果皮部分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 可以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 第二点 需要吃足够多的香蕉 只有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 才能刺激肠蠕动 有助于大便顺利排出 除了香蕉以外 以下几种食物才算得上是肠道推分机 如果大家存在便秘问题 建议大家平时多吃 或许就能够有助于让大肚难离你而去 四 肠道推分机已揭晓 香蕉味上饱 建议多吃 大肚难或离你而去 一 红薯 红薯是一种营养丰富 低热量的食品 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果胶 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 增加粪便体积 软化粪便 缓解便秘 红薯中的膳食纤维 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 软化粪便 缓解便秘 这些膳食纤维是天然的肠道推分机 可以让你的肠道更加健康 同时 红薯还含有大量的果胶 这是一种天然的芝蓉性纤维 可以增加胃黏膜的粘液分泌 保护胃黏膜 预防胃癌 二 吸梅 吸梅这一小巧的果实 有着令人惊叹的推分能力 它就像是一台高效且无害的推分机 在我们的肠道中默默地付出 帮助我们缓解便秘 让大肚男也离你而去 吸梅富含膳食纤维 这种纤维在体内浴水会膨胀 形成一种胶状物质 有助于软化粪便 并促进肠道的蠕动 这就好像是在肠道内形成了一把温柔的梳子 将大便梳得更加松软 更易于通过肠道 三 大白菜 大白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 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改善消化和促进肠道蠕动 多吃大白菜可以有效地缓解便秘 使身体更加轻松和舒适 除此之外 大白菜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些营养素可以帮助身体排毒 消耗卡路里 从而有助于减少腹部脂肪的积累 因此 经常食用大白菜可以帮助你远离大肚奶 让你更加健康和苗条 为了充分发挥大白菜的营养价值 可以将其清炒 炖汤 凉拌等多种方式烹制 四 苹果 苹果是一种被广泛认为对健康有益的水果 不仅可以有效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 还能够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解决便秘问题 苹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这种纤维可以增加粪便体积 软化粪便并刺激肠道蠕动 从而促进排便 此外 苹果还含有多种有益于肠道健康的物质 例如果胶和黄酮类化合物 这些物质可以保护肠道粘膜 减少肠道感染和炎症的风险 五 除此之外 四个通便窍门 医生也常用 一 增加水分摄入 每天应饮用足够的水 以保持身体水分平衡 水分不足会导致大便肝脏 加重便秘症状 早上起床时 可以用一杯淡蜂蜜水或淡盐水 注意不要过甜或过咸 二 增加运动 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增加排便次数 建议便秘患者平时应避免久坐 久睡 平时可以适当进行提肛运动 锻炼肛门阔约肌的功能 也可以进行其他锻炼 如跳绳 慢跑等 每天坚持30分钟 加快身体代谢 促进排便 三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 避免熬夜 保证充足的睡眠 四 减少精致食物摄入 过多的精致食物摄入 会导致肠道蠕动减慢 增加便秘的发生 应适量减少白面包 糖 咖啡 红肉等精致食品的摄入 六 排便时 若出现三个异常 需要警惕肠癌 一 大便习惯改变 如果出现持续性便秘或腹泻 便秘 腹泻 交替进行 或者大便习惯紊乱 可能是由于癌细胞增长 导致肠腔变得狭窄 或者癌病造刺激 肠道粘膜引起 二 排便困难 如果排便时 感到大便肝结 且难以排出 或者一周排便次数 小于两次 可能是由于癌病造 导致粪便储存空间减少 或者堵塞粪便输出通道引起 三 便血 如果出现血便 可能是肠癌的信号 不过也有可能是肛裂或痔疮等肛肠疾病引起的 一般来说 痔疮等肛肠疾病所引起的便血 血液浮在粪便表面且排便时有疼痛感 而肠癌所引起的便血 血液可能混在粪便中 或呈现暗红色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